每天敲一敲气血充足身体好 气血呢是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基础 人只有气血充足了身体才会健康 我们身上有一条神奇的经络 就是胆经 它在哪呢 相当于我们股子的外裤线这个位置 敲胆经刺激胆经就强迫胆质的分泌 提高了人体的吸收能力 提供人体造血系统所需要的这些充足的材料 敲击胆经可以使胆经的活动加速 提高了代谢的能力 而且将大腿外侧堆积在胆经上的这些垃圾排出 所以这个动作呢 直接就可以使臀部和大腿外侧的脂肪减少 起到减肥的作用 用空心拳由上至下的依次敲打胆经 记得是双侧的敲打 每天两到三遍 每次敲打三到五分钟 这样呢有利于疏干力胆 排出身体的毒素 气血调和了经络畅通 中医呢有这样一句话 说胆经一通万病无踪 这个中医的方法 希望大家学会了之后坚持去做 我是赵雨昊教授 希望这个视频对大家有所帮助 血管堵塞不用怕 牢记三点 不用去医院也能通血管 先别滑走 不管你的血管是堵了五年十年还是二十年 不用再过分的担心了 也不要在到处求医问药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雨昊教授 从一四十多年门诊见过太多被血管堵塞折磨的苦不堪言的患者朋友 也深知大家都不容易 虽然我特别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为我的视频点赞 但是哪怕只有一个人支持我都会觉得腾出时间来为大家做讲解心脑血管的健康科普是有意义的 我的付出是值得的 我也会继续坚守这份初心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可靠的医学科普知识 回归正题 我们说呢三分至七分养 养护的重要性 大家千万不要忽视 首先就是要少吃油炸类的食品 它们会使血中的胆固醇浓度增加 血管堵塞的风险就会加大 第二呢就是戒烟戒酒 不熬夜 这三个不良嗜好都会导致动脉硬化的进一步加重 尽量不要去做 最后呢就是要注意情绪的管理和调节 少生气不生气 其实情绪不好对血管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长期的焦虑抑郁压力过大 可能就会引起血管过度的收缩精卵 时间久了就会造成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 进一步呢就加重了堵塞的几率 大家一定要保持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心态 对于养护血管至关重要 炎炎夏日一碗变确的三豆饮 妙不可言 今天分享一个我们适合炎炎夏日吃出健康的小方法 千万别小看这三样东西 这可是一个万能的配方 首先呢我们准备绿豆黑豆还有赤小豆 按照各等份比例倒到清水里 把豆子清洗干净 然后倒在锅里边 这时候记着除了三个豆以外 加入三片干草 再倒入500毫升的水 大火煮开 转小火煮上30分钟 这就是民间流传千年的扁鹊三豆饮 消化不好的人呢可以不吃豆子只喝汤 每周吃上三四回也可以作为午后的家餐 指甲有树纹失眠多梦当心肝血不足 中医说呢肝藏血肝是主魂 所以当肝血不足的时候人的气血就会下降 反映出来呢就是指甲盖上有树纹 而且指甲盖很薄很脆 动不动就折断没有光泽不饱满 中医说肝齐滑在着甲 所以肝功能的好坏是从指甲盖看出来的 当肝血不足的时候不仅仅是指甲盖出现了树纹 还会有失眠多梦你有多久没睡好觉了 内经上说呢人卧则血归于肝 这里的卧就是指躺下以后好睡眠 可以帮助肝血充足 人才能睡得更加的充实饱满 当肝血不足了就容易出现失眠多梦 事物模糊眼睛干涩另外呢肝是主筋 肝血不足了筋脉就失于乳养 很容易出现关节的疼痛不舒服 腰酸背痛腿抽筋包括着肢体的麻木等等 再其次呢就是女同志最关心的 如果肝血不足还会造成月经量少 或者必经更年期也会提前到来 提醒大家肝血不足啊除了以上的表现 最明显的那就是看人的面色 纯色是苍白没有血色 同时还会出现有悬晕耳鸣这些症状 如果出现了肝血不足的症状 这时候就极快的滋补肝血 开水冲鸡蛋功效神奇 鸡蛋呢是我们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食物了 但是你知道它的妙用吗 开水冲鸡蛋又称为猪雀汤 本草变毒中这么说 鸡子内黄外白入心肺 名神定破 和和熟食能够五亿脾胃 生充福之可以养心盈退虚热 鸡蛋呢是血肉有情制品 所以它的营养价值是相当高的 其中含有大量的卵磷脂 能够提高我们的脑细胞活性化程度 缓解脑疲劳提高记忆力 预防老年痴呆症 这第二啊 开水冲鸡蛋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氨基酸和微量元素 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 长期的食用呢 可以增强机体的免疫力 第三 开水冲鸡蛋可以增强肝细胞的修复能力 有保肝的作用 含有的维生素A呢 也可以保护视力 预防肝炎症 第四 趁热和保护胃 这个方法呢来自于民间 这可是群众智慧的结晶 这个方法呢我也在用 做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么两点 第一呢 用烫热的杯子磕上鸡蛋 给它打碎打匀了啊 这第二呢 要用100度的热水去冲 一定不要放凉了喝 方法很简单 大家也可以自己在家试一试 常吃五种食物 血管要堵都拿 替父母收藏好 大家好 我是赵语浩教授 心血管疾病呢 仍然是我们国人第一大威胁 我国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仍然在升高 保护好自己的血管非常的重要 下面呢就给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 首先这第一种要多吃的食物就是鱼肉 鱼肉呢富含有优质蛋白质 铁元素硫胺素和黄素磷钙等等 脂肪含量呢也是很低的 而且呢都是不饱和脂肪酸 对于血管的健康是非常的好 第二种呢就是坚果 坚果可以在两餐之间去食用 尽量选择一些原味的坚果 尤其推荐那种小袋装的混合的坚果 这样既多样又方便控量 而且呢还适合随身携带 第三种呢就是豆类 豆类的蛋白质和肉类呢是相似 相比肉类呢 豆类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 就是调节血脂 比如说豆浆 豆腐 豆芽 第四种新鲜的水果 建议大家呢选择含糖量低的 比如说苹果 梨 草莓 橙子 最后一种就是新鲜的蔬菜 您以食为天 以上这五种食物 有助于促进心血管的健康 延长寿命 你记住了吗 少用毛巾降血压 快替父母收藏好 用毛巾呢可以降血压 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先别急着滑走 这个方法是加拿大的医生 首先提出来的 美国心脏病协会 把这个方法列为了 高血压的辅助手段之一 具体的操作就是 把一块毛巾对折成方形 从一边卷成卷 卷的呢不要太粗了 一只手能握住大拇指啊 不会碰到其他的四指 中间有一个空隙 这样的程度就可以了 然后呢用30%的力量 去攥住它两分钟 休息一会儿 左右手呢重复这样做两次 每周坚持做上这样三次 这个的原理呢 是什么手握着这个毛巾的时候 就会压破血管 手臂上血管的血液就会减少 当我们手放松之后 血流就会恢复 这个时候呢就释放出一种物质 叫做一氧化氮 它是一种破张血管的物质 所以说一氧化氮释放增多之后 我们的血管就会得到了破张 血压也就会得到了改善 这个方法学会了呢 它可以辅助降血压 每天记录你的血压变化情况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该调药的时候去找你的专业医生 指导你再逐渐减量 不可以马上停药哦 低密度质蛋白超过了3.2 送你四句话 不吃药也能降下来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如果你的低密度质蛋白超过了3.2毫磨尔每升 同时还伴有头晕 无精打采 记忆力减退 这些情况 先不要着急 我送你四句话 让你的低密度质蛋白不用吃药也能降下来 大家可以点上免费的小红心 让更多需要的人看到 第一呢就是我们要调整饮食结构 首先要从饮食上做出改变 多摄入膳食纤维 少吃甚至是不吃油炸食品 腌制的食物 加工的食物等等 饮食呢要偏向多样化去调整 保证各种营养素的均衡摄入 不偏食增加粗粮蔬菜水果的摄入比例 第二就是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坚持适量的运动 远离烟酒 早睡早起 不熬夜 第三我们要保持良好的情绪 这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容易被忽视的 情绪的波动与血脂的身高 有着密切的相关性 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对血脂的调节非常重要 第四就是要控制体重 体重指数超标的人群 尤其是腹部肥胖的人群 体内的脂肪含量高 脂肪不及时的代谢 就会堆积在体内 引起肥胖 而肥胖的人群呢 会有脂肪肝加重了代谢的异常 使血脂难以控制 所以要使血脂平稳降低 控制体重是非常重要的 你知道了吗